嗨大家早安 現在的時間是 8點55分 這麼早 我人會在哪裡呢? 桃園機場 這一天到晚都在出國 尤其12月 天啊 我這次要去的是 美國 好久沒有去這麼遠的地方 一下就要坐10幾小時的飛機 然後這一次呢 要搭的是 商務艙 喔天啊 掌聲鼓勵一下 欸我從來沒有坐這麼長途的商務艙 我之前跟 劉沛他們出去的時候 全部都是 擠站的經濟艙 我上一次有搭過從東京成田回來的商務艙 但是我跟你講 長途的飛機肯定體驗完全不一樣 我這次一定也要把所有能享受的福利 全部給他享受完啦 GOGO 我們剛剛去的那個是 經濟艙 Club 然後我們就出示了我們的票給他 然後他就說 你們這麼尊榮這麼高貴 他沒在場 沒有在場 沒有他說如果是商務艙的話 要去Infinity 這邊有廁所跟Shower 如果要用的話跟服務人員講 他就會給你卡 可以逼進去 好 放在場 一、一、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一、二、一、 一、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一、二 烤地瓜 喔哇喔!真的非常燙耶 這邊都有包啊 包包包 我包包就是來加這個 地瓜小饅頭 天吶 哇好健康喔 前面只有位置房間沒有要關卡 我有醉了 因為我剛看到這個cream cheese 所以是受不了 一定有好吃 這個只有這個大小 影控真的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只要吃什麼 我覺得很好吃 那是最餓的 我們現在往這個金卡貴賓室看看 他說是裝潢風格不一樣 但是餐點差不多 喔 這邊怎麼感覺又更大啊 這邊的酒 咖啡機 這邊都一樣 上面 這邊有玉米大 欸我覺得這邊吃的很多 不要 吃到這個 那是粉末燒 麵包好像差不多 好我們現在就要準備去登記 秘密的交叉路出現了 嘿 看好我們必須得走這裡 這邊是置物區 遙控器 插電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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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燈 腳下這邊超大 Oh My God Oh My God 這是什麼 是一個側面的扶手 扣著了一件睡衣 我好興奮啊 我好興奮啊 這位先生 你也很興奮嗎 嘿嘿嘿嘿 我剛拿到我的貨頁包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誰 是這個顏色的皮膏 好美喔 桌子裡面有鏡子 耳塞 這眼睛超大 你有沒有感覺到它超大嗎 給牙刷組 身體加 護手霜 護唇膏 臉的補水噴霧 裡面有個不知道是什麼卡包嗎 然後這邊有一些品牌資訊 這是小點心 然後我喝的這個是熱情刀 南瓜 獲得了一個小麵盆 這個超可愛的 這是另外一組的蝦 韓花濃郁湯 這湯裡的小干貝還蠻好吃的 獲得了一碗鴨湯 還可以 它肉蠻軟的 其他東西的口感也都不一樣 蠻有層次的 但是吃起來就跟湯的味道一樣 雞肉 蠻好吃的 調味蠻重的 拿到了一個豬餃 超軟 而且不是爛的軟 是Q的軟 很入味 醬油的香粽還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綜合起司 跟地獄料理的感覺 我為什麼要追它 沒有很甜 但又很甜 很難形容就是 它的塔皮有一點點味道 其他味道都一模一樣 不是吃過這個起司嗎 不是吃 這什麼味道 它會沖到鼻腔 然後就是那個臭臭的味道 這個應該比較好吃 我覺得我吃的睡虛錯了 剛剛那蘭文起司吃完之後 這就沒味道了 他說 我們去上個廁所然後鋪床 我現在要來換睡衣 然後這個廁所超大 有帽子 我換好啦超剛好的 有點像摩高中運動服的感覺 還蠻舒服的 然後看了這邊有什麼 乳液香氛 吸收乳 保濕分物 耳塞 手口水 這是牙刷 欸我用這邊的牙刷刷一下牙 太好了吧 太吸吻了吧 這樣怎麼睡 根本睡不著 剛剛已經過來問要不要吃早餐 看看這精美的牛肉湯 牛肉麵 你看這個牛筋感覺這麼辣 嗯 雖然有點柴 但是超級好吃 那牛味 被燉得超級新鮮 這個調味很像這個醬汁 但這是筍子 我覺得很好吃 進一進去 嗯 我們到了 Welcome to California 我們現在來看看 排隊的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到底省了多少時間 這邊還有一個一堆S型的那個 蛤龍 蛤龍 蛤龍已經進來了 我們在安檢的地方 竟然沒有快速通關 我們目前遇到唯一一個 安檢快速通關 就是在日本 六樓 六樓 我們從前面那邊進來 這是貴賓室的樣子 這是它這邊有的一些房間 它這邊也可以洗澡 然後 有播放影片的地方 對 spoil 這是賣片耶 这边的地方是个压远的 最后的地方是毁但我已经忘了 最后的地方是最后面积累的 我再给你学会 後面的地方是非常不一样的 最后还是有什么事 最后的地方是在好处理 这边是个压远的地方 我还要去做好几次了 最后的地方是开中午的地方 我就是给你看一下 這邊要新拉麵 必須再吃吧 剛剛我們有個女生經過 然後跟我說那個水不燙 就到這邊來做 我竟然可以在貴賓室吃新拉麵 很爽 我真的很不會熄滅 它這裡也有一個戶外的空間 好啦 我們要離開了 我們要離開了 這邊可以學 怎麼CPR 牙子好了 又拿到了睡衣 基本上都一樣吧 連酒單也是一樣的 這班飛機的商務場是全滿 我在選位置的時候只剩下中間兩個了 你就靠窗就可以看到起降 有點可惜 結果回台灣的過夜包長得不一樣 它變成軟包 不鑰匙圈 然後一個小包包 眼罩 淨書 耳塞 牙刷跟牙膏 牙膏超大條的 牙膏在這裡 護唇膏 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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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手霜 跟身體乳 這是我的滷酒 然後這個是 河果白花葉層 入食素 蟹肉海鮮沙拉 香菜 這個我要小心不要吃到香菜 可是下面這個也沒有河酪梨的味道 沒有鹹味也沒有甜味的醬 從貴賓市帶出來的 Cream Cheese 蘑菇濃湯 又拿了一個麵包 然後把這個Cream Cheese塗完 天啊 這是我最後放這個時間 回台灣 又要重新開始營透 然後來了一個沙拉 這是好吃的 我的鱸魚飯來了 這鱸魚其實超大一塊 大口是鱸魚 吃起來就是海鮮餐廳的那個慶珍鱸魚 嫩 然後肉很多 拿到了一塊牛排 你看看這個熟度 它是很嫩 而且蠻好吃的 甜點來了 這藍莓蛋糕 菇耳茶 然後竟然有草莓 帥 藍莓蛋糕 這味道很美過 而且有一個很濃的肉桂味 另外一個選擇是海鮮餐廳的草莓口味 早知道選那個 我在這一看 把那個蒸光鏡給弄丟了 所以這邊就沒有那個網角效果 而且你知道那個蒸光鏡 每個要1300 所以如果你有Osmo Pocket 3的話 它會放在這裡 拿出來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我剛剛點心時間的時候 那這個空姐就過來問說 欸你點心想吃什麼 好像有一個什麼草莓粉 跟一個 派之類的 因為小光手他剛剛經過空姐 看到他們在吃泡麵 所以他就問他說 你們剛剛吃泡麵很香 我可以吃泡麵嗎 結果 他就真的獲得了泡麵 於是 我也點了一碗 我真是要多虧他 厚臉皮的成果 謝謝 謝謝 真的可以 有夠香 在這種高空買上一碗 肉灶麵真的太爽了 啊 在美國待久 真的是好想念台灣的泡麵 我現在在看進擊的巨人 然後已經人到 後面 但是結局前兩三集 然後打遍這個飛機 那個氣質的震動 超代感 天啊 欸我追完了 被捉了這殺死 難過歸難過 飯還是要吃 飯還是要吃 剛剛準備的 多吃個稀飯 蠻有的謝謝 謝謝 謝謝 稀飯 我之前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吃稀飯是用筷子 吃粥 是用湯匙 後來觀眾的留言給了我答案 因為吃稀飯要夾菜 吃粥不用 超級久沒有吃到稀飯 超級久沒有吃到稀飯 因為又是你在台灣待久了 你也不會特地去吃它 也不會懷念它 但當年有好 長了段時間 沒有辦法隨手可得 你就會想念那個味道 三色蛋 嗯 竟然還有豆腐乳 它有兩顆獅子頭 只能說 普普通通吧 比較鹹比較甜 然後醬很薄的那種 我們家是湯汁比較多的那種 竟然獲得了一盤義大利麵 是淡味香濃的義大利麵 但是 有點軟 夏季也很甜也很脆 很厲害 是不敢奢望在空中吃到的味道 回台灣就不能吃水果了 把握現在 超酸 很快的我們就再降落了 現在如果在美國的話是1點左右 所以我現在好想睡覺 但到台灣才不到5點 終於回到台灣了 好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記得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你露出了 你野外露出 掰掰 掰掰 牛牛跟他說掰掰 好可酷喔 有一點 有什麼事 會嗎 會嗎 是嗎 一定 會嗎 好嗎 好嗎